日前 中共党媒推出 美国是香港战争活动幕后黑手的说法 遭到美国国务院的驳斥 认为这种指控完全虚假 试图转移事件焦点 分析指出 这是中共的一贯手法 刻意抹黑民间诉求 自香港和平战争运动开始以来 中共一直强调 运动是受到所谓的外国势力煽动的结果 10号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文指称 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智库 对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积极地出谋划策 对占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章说 据外媒报道 早在几个月前 美国国务院辖下的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人 路易莎·格雷夫就与占中的灵魂人物见面 讨论占中事宜 中国日报网7号的一篇报道还说 美国政治智库Land Disjoyer的一位研究员 撰文指出 美国透过国家民主基金会为占中出钱出力 因此主宰占中的是华府 和华尔街 这个民进人也有收到这样的一些基础 钱也是不多 相比中共在香港的投资 根本是不可以相比 完全不成比例 而中新王也在3号发表 香港占中识问一问 其中第6问把矛头指向占中背后的西方实力 并把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丹·盖瑞特 称为是一个高级间谍 文章还说 设立于香港中文大学内的香港美国中心 使培训大学生成为占中骨干的基地 中共的官媒一般他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因为他没有一个监督机制 这第一 第二呢 就是说你即便说是美国什么基金会啊 美国什么什么组织啊 在支持这个事情 但是你光说不行啊 你拿出证据来 你没有依据 你光是说 很难取得公民的信任 或者是能鼓勾大家 针对中共官媒的抨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11号发表声明强调 美国在香港占中运动中 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香港目前发生的事件只与港人有关 是香港民众自发表达争取真普选的诉求 其他任何说法都是有意转移港人 争取普选权利的事先焦点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看到这个香港政府 使用催泪弹啊 或者是在民主方面的一些进展 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 才会出来 那个民众自发的 没有任何人来指使 指使这么多人 怎么指使啊 参加这种游行呢 都是18岁以上的 都是成年人了 都他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力啊 跟他的想法一样他就参与了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2号指出 香港特首梁振英涉嫌隐瞒 曾收取澳大利亚工程公司 5千万港元的报酬的消息曝光后 中共更是认定 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西方阵营 试图搞乱香港 他们从来都是这样的 连89年的这个六系屠杀之后 也是几家学生 也就是受到这个什么外国连同这个美国 中国数据时代网站刊文指出 中国数据时代网站刊文指出 香港煽动一场那么具牺牲性 而且富有道德感召的民主运动 以中共的组织能力与资源财力 早就煽动全香港人认足归宗 爱国爱党了 之所以做不到 是因为煽动必须以民众的价值信念为基础 不能与之抵触 这是外国势力煽动一说最大的漏洞